然後他整個臉就垮下來 然後我就說 那你要不要看吃別的麵還是什麼 他就說 我就不喜歡吃麵 我就要吃飯啊 你看你剛剛就在家裡這邊 然後就在別人面前 就是那個服務生就這樣站在這邊 他就當著我麵 然後就說 你看 然後就很不爽 他最後就隨便點了一個麵 然後就吃 然後我就是意思意思問他說 那怎麼樣好吃嗎什麼 他說 一般啊 我真的超想選的 你怎麼會選這種男朋友 要不要考慮換一個很會吃東西 分手啦 對 分手 換一個很會知道他想吃的東西 永遠知道的 對啊 沒有主見的男人 考慮一下 而且不管麵還是飯 他都喜歡 對 分手分手啦 分手啦 離婚啦 對 什麼啦 我覺得女生在吃飯的時候 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跟女生吃飯嘛 我之前約有一個女朋友 那時候我還是大學生的時代 比較沒有什麼錢啦 現在有不一樣嗎 現在有 所以你現在有了對不對 而且你大學七年耶 你大學七年 那個時代很長 他要約兩點 你看他四點要上班 然後我就說 好 那你選你想吃什麼 他說好 他已經選好了 我們要過去吃 我準時到了兩點 然後我已經提早跟他講 我說 你跟對方說你要請客嗎 還是各付各的 各付各的 那你管一家要吃不好吃 對啊 因為我還要陪他吃耶 你要不要吃什麼意思 你 因為那個餐廳 你進去 就是三百塊以上的等級嘛 他的意思是說 他怕他女朋友 挑一個太貴的餐廳 那就喝水啊 到的時候 我看那個菜單 四百塊以上耶 我要求人 他看我的臉 我說 這樣 但是我沒有臉錯哦 他就知道 我說 有點貴 沒關係 為了你寶貝我犧牲一下 然後 我們要進去吃 然後那個店員就說 不好意思 今天你沒有定位是不是 他說 對啊 我沒有定位 他說 不好意思 這樣 你要等三十分鐘才有位置 那這樣 他吃這個東西 工作都來不及是不是 所以我們就沒有吃 我說 不然我們就換一個 然後我們就開始光 那邊很多吃的 台北車站 什麼都可以吃啦 然後走一走走 他看到 那這家呢 感覺很好吃 他說 太貴了 你不能吃 我說 太貴了 你不願意 他說的也是習慣 太暗示了 然後我們終於找到一個 兩個人都可以吃的一個 一個 大阪 大阪燒的 大阪燒 對 然後進去吃 吃完 我說很開心 大家都吃飽了 他說 我現在要去趕工作 我說好啊 你去 結果那天晚上要打給他 他下班的時候 他感覺很冷漠 就不想跟我聊天 我說你到底怎麼了 他說 都是因為你耶 你知道我今天耶 還不能吃我想吃的 還因為 我不知道你到底可以吃什麼 我才吃到了 我吃到還被老闆罵 怎麼樣 你真的很難搞 你這個男人啊 對啊 你真的蠻難搞的啊 我已經願意什麼都吃耶 我 我真的氣死耶 那時候我說 好 那下一次 王瓶 我們吃王瓶牛排 我請客 我付低消費 在你旁邊喝番茄醬 沒有 我覺得那個為了吃飯而吵架這件事情 不管是在外面還是在家裡 都發生的時候 都會讓我覺得很莫名其妙 像 我之前有一個男朋友 女朋友 之前有一個男朋友 有一次他就想說 OK 那我就 到你家我煮飯給你吃 就是感覺很好嘛對不對 他自己提供的 我想說好 結果他就來我家 然後結果呢 他就說那我要煎一塊那個 雞排給你吃 那雞排就是上面有那個 有一塊那個 就一層皮那一種 不是煎起來就很香嗎 然後我就說OK 那你用我這個鍋子 我有一個那個就是平底鍋這樣 結果他就自己 然後就煎了大概差不多五分鐘之後 他就發現已經焦了 可是已經焦到他完全沒有辦法 纏起來你知道嗎 他就突然之間 我坐在客廳 原本一切都很很開心的感覺 突然之間就聽到 你衣服 他就整個把鍋子甩了 他說什麼東西啊 這什麼爛鍋子 你怎麼會有這種鍋子 我說怎麼了 他說你看看 這個雞排已經完全就不能吃了 就這樣怪我 然後我說所以咧 所以是怎樣 你為什麼沒有看那個火咧 他說沒有 就是這個鍋子壞掉 你才讓我把這個煎錯了 然後我就覺得說 你有必要發這種大脾氣嗎 結果我越講他越氣 他就說算了 我就都不要煮 不要煮不要煮了 他就那天就不煮了 我在高中的時候 是 我遇過一個女生 我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學校在長春路 我讀大同高中 那個時候呢 下課的時候我們去吃小火鍋 所以吃小火鍋的時候發現說 小火鍋裡面不是有那個配菜嗎 配菜不是有什麼冬粉啊 什麼豬血糕 然後我們在吃的時候 剛開始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拿我的豬血糕去吃 然後男生就會覺得說 重 他喜歡吃豬血糕 對不對 然後有一次我很 記憶很深刻喔 那天我們去看電影 我記得那時候我們去看鐵達泥 我們要去排隊 那時候好 好久好久之前的事情喔 高中我們去排鐵達泥 好多人他在排隊 然後我想說兩個人排隊很無聊 我想說 隔壁有賣豬血糕 我就去買豬血糕給他吃 然後我就去買豬血糕 豬血糕裡面有什麼 有N3有辣還有花生粉 然後那個N3是包在花生粉裡面的 對不對 對 N3弄完之後再抹花生粉 所以你看不出來有N3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來 我想說他很喜歡吃的東西 很浪漫 第一部電影鐵達泥 我就這樣拿給他吃 邊排隊嘛 搖下去 這什麼東西啊 我說 你不是很愛吃豬血糕嗎 我買豬血糕給你 你知道嗎 有一些女人吃N3會死耶 你知道嗎 他對花生過敏對不對 他對香菜 他對香菜過敏 香菜喔 他不吃香菜 而且他那個香菜是有梗的那種的 你知道嗎 咬下去還有水的 他整個要爆炸 你知道嗎 我想說 剛在一起 怎麼不會稍微演一下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時候票又買好了 就硬著頭皮去看 鐵達泥 超浪漫的對不對 那最後那個時候 那個洛斯不是在冰裡面嗎 然後那個Jack Jack什麼 什麼 很浪漫有沒有 然後我就聽到他在旁邊看電影 突然mama說 要死還不是死一死嗎 好死 到底什麼時候要死 這部電影怎麼那麼久 你知道嗎 那邊多少人在哭啊 你知道 當那個救生體在丟下去說 已經有人在那邊 他在那邊 拜託 兩個多小時到底要演多久 你知道嗎 就是一個N3 就是一個豬血糕 讓我的鐵達泥變成這樣子 你知道嗎 然後結果我們和好之後 和好之後 再去看一次鐵達泥 我們再去看一次鐵達泥 我們再去看一次鐵達泥 再看第二次 那一次看就比較 第二次片長還是那麼久 還是要看 那他中間有在murr嗎 沒有沒有 可是那一次 我們兩個就好像是第一次看那部電影 你知道嗎 就兩個人一直一起 你曾經在那種浪漫的那種氣氛裡面 跟電影有關係 就是很容易跟那個 你的對象就是吵架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子 因為我曾經也好幾次 也是一模一樣 類似一樣的問題 就是要去看電影 看電影一定要先盯好票對不對 你已經知道電影是幾點開始對不對 對 女生為什麼要準備得那麼那麼 這麼那麼慢呢 你明明就知道電影是四點半開始 你為什麼沒有八點半開始準備好呢 他說電影就是十點半開始 你要不要快一點 好啦好啦 微鏡快了 然後他說好啊 然後就坐在客廳 好好男生對不對 很有耐心的等他 等一下就看電視 Baby你好了沒 還沒 不要再講啦 微鏡盡快了 好 等他等了很久 終於去了 好 一樣 騎摩托車 你可以騎快一點嗎 我們快遲到了 我已經等他很久 你知道我摩托車就騎得很慢 因為是很大隻對不對 然後就這樣子慢慢騎 到了電影院 我們還沒有領票喔 人一大堆 票已經買好了 但是你還是要排隊去領票對不對 對 好 我們在那邊 等很久很久 他還是一直開發脾氣 好 都是你 都是你 你為什麼沒有起快一點 我想說 我都是在等你 都是你 好 終於拿到票 進去 電影已經開始囉 差不多十分鐘我們一坐下 他都在我旁邊 我一點不想看 我想我們已經進來了 對啊 都是因為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了 我前面都沒有看好 我怎麼後面怎麼看得懂 前一十分鐘都廣告啊 他不是這種人 連那個廣告一定要看 不然就是好像是 他什麼都沒有看 因為錢花了 每一分就是要坐在那邊看就對了 對啊 就是一直講 一直講 然後想說 沒有 噓 噓 電影已經開始了 我就是不想看 你要不要回家 要不要回家 那就一直講 一直講 然後旁邊的人都一直看我們 就說 不好意思 你們可以安靜一點嗎 旁邊的人會覺得說 我可以啦 看不到你 不要再這樣好不好 明明就是因為他自己碰到 他自己的問題還是罵我 好像是我的錯 有 有不是 為什麼 為什麼 我覺得 我覺得你也最大的問題 就是你車真的騎得太慢了 或者是你們就坐計程車就好啦 對啊 我有遇過一個很 類似這樣的女生 但是更誇張耶 我有一天晚上我在跟我女朋友 可是電影票加報名花 就超過三百塊 你負擔的騎嗎 不一定 有虧的就比較便宜 對啊 有些信用卡是買一送一送 他說你明天中午有事嗎 我說沒有啊 他說那我們去看電影 我說好啊 他說確定哦 然後我現在要訂 我說好啊 那你又去訂 然後他就訂好了 然後就是明天早上 中午十二點去 好 然後我們早上起來的時候 他開始就說 欸 寶貝趕快起床 我們要去弄啦 去弄好啦 我們現在要趕著去看那個電影 我看時間 欸 十點半啊 還有很多時間呢 我慢慢來 反正我十分鐘就弄好是不是 然後說沒關係 我再睡個十分鐘 Keyword 十分鐘 好 所以就睡了 還有鏡啊 說 你還在睡覺 你趕快舉了耶 我還沒訂票耶 你還沒訂票耶 你昨天不是說他訂嗎 所以我就趕快 三分鐘就弄好了 我們到那個 那個電影院那邊 去排隊 排隊要換我們要去買那個票 到的時候那個員工 你知道要說什麼 不好意思 那一部電影 十分鐘前就賣完了 天啊 完蛋了